那么上修贫穷县 也就是提高了 申请中低收入户里的最低生活费 原本非中低收入户人口 将有可能是通过申请资格 大多数的族人是都期待 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助 让小孩能够无忧无力地受教 比较敢生小孩 对啊 然后一些 因为他这样子 对一些小朋友的那一种 读书的补助会有 所以大家比较会敢生小孩 这个中低收入的话 有的就没有办法去踏入这门槛的话 就是补助也没办法去补助到 那也希望政府是说 如果能办到有中低收入的话 是最好 独人认为透过提高贫穷县 除了能够提高生育之外 小孩学习上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补助 生活上也能够列为优先族群 但是申请中低收入户 除了最低生活费的标准之外 还需要看不动产以及动产资格 所以难以申请 族人也期盼能够降低门槛